没有接触病人也会感染病毒吗 没有接触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人 是不是就不会被感染呢 并不一定哦 假如我们把人群分为 A B C D次类 A是去过高危疫情区的人 B是A在旅途中接触过的陌生人 他们之间一点都不认识 而C呢是A接触过的亲朋好友 与A亲密接触过的C 外面有多少个人我们都是可以找到的 并对他们进行隔离 D则是待在家里没有外出过的安全市民 现在最大的隐患是B 因为B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而B也不知道自己是B 只要B出门 就有可能遇到B 而变成了二代B人群 所以自情期间 真少出门还是很有必要的哦 明白了 Ch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